那這個成績的輸入本來是從外部 就是我們自己key的 那當然這個地方請各位也可以改一下 比如說這邊有一個scope 它後面有成績嘛 你是不是可以在什麼 在根目錄裡面呢 產生一個什麼scope.tst好了 那裡面的話就是 學生的成績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用外部讀取 而不是自己輸入的話 怎麼樣可以把外部的 檔案 變成一個什麼呢 一個 什麼 一個 一個list 把它丟到這邊 就可以了 其實就不用append 所以你可以怎麼說 一樣到那個p1下面 新增一個什麼 新增一個文字檔 名稱也許叫什麼 scope.tst 然後再來你可以輸入成績嘛 比如說隨便輸入幾個成績 四個成績好了 你可以怎麼樣 把它關起來 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這個成績 變成直接讀到這個scope裡面去 做後續的處理 該怎麼做 很簡單嘛 三個步驟而已啦 有沒有 先產生一個 Fo 去open這個檔 那 Fo讀進來之後的話 你可以放在一個stream裡面 把它切割 切割之後的話 再把它丟到這裡面 不過呢 切割完之後 它會是自串喔 所以你可能要注意到 自串怎麼樣再轉型 成 int 或者是float 它如果 因為我們是整數 所以用int 然後呢 最後一樣可以把 當然這個地方 這個 畫有回圈 就不需要了 你就可以不需要了 然後就把最後的結果 一樣 這個 裡面有幾個學生 然後這個 裡面 總成績 是多少 平均成績 多少 一樣可以把它prayer出去 我應該懂我的邏輯啦 這個都可以變化 所以 其實 這個程式好玩的地方就是你隨時 可以 知道到底要用在什麼地方上面 然後做一些些的變化 所以這一題也許各位可以 想想看 怎麼去做 那待會我們要繼續來看就是說 當你已經做完處理之後 還是需要把資料寫出去 或者是說 output 或者甚至你也可以怎麼樣 剛剛這個scope檔 你也可以用什麼呢 我們可不可以自動產生呢 其實也可以 所以可以輸出 也可以輸入 那可能某些程式是輸出 某些程式輸入 那這樣你可以做很多自動化處理 比如說某一段程式 從網路上撈資料 輸出檔案 然後某一段程式是把這些檔案讀進來之後 做後續處理 再輸出 輸出之後的話 可能後續圖表 可能要產生爆表 然後爆表那個 再去做後續的動作 反正 程式一定是一段一段的 不可能說你一個程式全部要處理全部 太複雜了 所以H20可以怎麼樣 利用那個寫出一個scope的 裡面 這些 資料可以自己寫出來 那我們先來做一個練習 第一個 我們是file write 這個 那我們做一個簡單的練習說 如何把 一個檔案寫出去 那這裡面的話 讀跟寫 最大不一樣就是這個關鍵 有沒有 本來是r 現在變成w 而已 那輸出的話 後面其實也有encoding 不過如果你後面 逗點 有沒有 我們那個encoding 後面加一個encoding 假如沒有加的話 那就是 anxi 就是cp950 不過可能是僅限於windows 如果你是mac 環境下 可能又是utl8 所以可能要注意一下 你如果先不要加 然後打開來看看 裡面是 是不是utl8 印象中應該是 那就不用加 反正不用加 所以以後永遠 都用utl8 處理就好了 這樣就不會有亂碼的問題 除非你要把檔案給那個windows環境下 使用的那個user的話 那你可能就要替他考慮 所以後面你可能就是 逗點encoding等於 cp950 就不是utl8 OK所以輸出的編碼啦 反正你就 所以其實應該怎麼記 反正就是微軟陣營就是cp950 不是微軟陣營就是utl8 就這樣子 好像比較好記一點 好像沒有第三種 其實目前 實務上遇到的 但是還是 這個可能也是問題 因為現在大部分作業系統都還是windows 好 那我們 第一個就是我把這個檔案 輸出到一個file 底線 w 這個名稱是我自己取的 意思是說 我把這個content 那這個content裡面就是早上講的 就是 我們用一個簡單的範例 第一個是什麼呢 Hello Python 換行 換行是這個 反斜線N 然後中文字測試 再反斜線N 我要看 就是我只是說我輸出的話 我希望看到這樣的結果 那我第一個裡面內容部分 就放一個這個 第二個的話呢 我就去 用也是一樣open 差別只是後面是w 然後再來怎麼樣 再利用這個物件 f的物件 或者叫fo 假設你叫fo 這個只是名稱的問題 點write 把這個裡面的東西write出去 它會怎麼樣 幫你寫到這個檔案裡面 那假設你根本裡面 沒有這個檔案的話 它會自動幫你產生 你不需要去幫它產生 那你就是 如果已經有的話 它會把它蓋掉 所以特別注意喔 如果已經有了 那 假設你要檢查到底是否存在 你可能要用另外一個 叫OS的一個 模組 去檢查 OK 那最後把它close掉 我們來試一下 根本底下先確定一下 有沒有這個 file 這個有啦 所以我把這個 把它先delete掉 假設現在是沒有的狀態 那我把這個run一下 OK 這邊把它save 那這個時候呢 我再切到我的根目錄底下 就是這個pi這個目錄喔 不要找錯 然後我習慣用修改日期啊 排序一下 這個檔案就出現了 因為是現在這個時間 然後打開來看一下 裡面的話呢 就會是我們 輸出的結果啦 所以這個範例主要是 假如說你有一些東西 是在你的程式裡面的變數 你希望可以把它變成一個永久性的儲存的話 那你可以利用什麼file write 把它輸出 最後的話 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 你的編碼方式喔 OK喔 我講過啦 按右鍵 那個檔案 寧存新檔 這邊有一個什麼 有沒有 所以 在那個windows環境裡面 都是 Ansi 這個你可能要稍微 注意一下 其他我想應該就沒有什麼太複雜的點 OK請各位 試試看 那這個 這個 一樣 按右鍵 反正你就是新鍵 你有一個module 這個module名稱的話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我又把它貼到雲端上 叫file write write的意義 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這個程式部分的話 當然我也把它貼到雲端上 如果你打字比較慢的同學 可以先 先試試看 反正雲端上 都會有 你們需要的 sauce 所以 至少你要找得到雲端 雲端裡面呢 就會放 你們需要的那些sauce 你其實 打字 快一點同學 或者你程度比較好的同學 那我還是建議你重新打過 但如果你程度給予比較跟不上 沒關係 你就先把我的程式拿去用 但是呢 回家一定要記得 還是要自己動手 因為這東西 如果你沒有自己動手做過一遍的話 很快就忘記了 而且你要會 還是不太會用 那我們主要是教各位最重要的功能 有一些書裡面有提到 但是我覺得 可能你們暫時用不到的部分 那我可能就沒有特別講 但不是不重要 可能就是你大概 把它瞄一下 那如果可以也試做看看 OK 這部分請各位稍微試一下 那 甚至也順便呢 把剛剛的那個 Score 輸入成績那個部分 也許你把它 再 做個變化題吧 輸出然後把它讀進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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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